直到去年她出差的時候 我無意間發現了一本日記 時間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點 地點一九八八西三廳烘焙工坊 溫度食物攝氏度天氣清空氣乾燥 為了給媽媽準備生日蛋糕 我參加了顧小儀的烘焙工坊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她 她就是媽媽說過的那種愛笑的人 婚姻計劃的第一步是製造偶然的鄉女 探查到目標今天要來送貨後 我就開始計算 按照目標每分鐘八十步的行進速度 從門口到進入大堂 正好需要一分鐘 我所在的玻璃窗距離大堂 和門口到大堂的距離是相同的 但按照我每分鐘一百二十步的頻率 想要正好趕上我需要晚出發二十秒 在碰上的那一刻力度需要食牛 可以正好保證蛋糕落地 而不傷害到目標對象 在規定的時間裡 按照我的規定 所以她的結婚計劃進行了積極的配合 是優等的人選 這證明我的選擇是沒有錯的 接下來她應該也能很好地完成 今後的生育計劃 以及其他的人生計劃 你還說她是兵馬俑 你這老公徹頭徹底就是一僵屍 我這麼熱愛生活的一個人 從小別人都說我活泊好動 跟她在一起生活久了 我也變成植物人了 我們倆每天在家裡就是這樣 植物大戰僵屍 真 如果是我 我一天都過不下去 聽著都讓人不寒而慄 是吧 是吧 你們都覺得是吧 我倒是覺得還好 您別搭理她 她也是一冷血動物 您繼續 那是一種透徹心皮的冷 我終於看透了她 在她的內心深處 是沒有一點感情的 一切都是計劃 任何不在她計劃裡的東西 都會被無情地消滅 你肯定不是這樣的人 我聽明白了 哥們就是一終結者 必須離婚 才能挽救我們娘倆 她堅決不離 律師都沒有辦法 您放心吧 我們分手大師保證 從現在開始您不用再容忍了 其實我最擔心的 就是田田在她的控制下 也會變成和她一樣的怪物 可以說 田田的自閉傾向是蔣莫然一手造成的 是她扼殺了田田的繪畫天賦 把她變成了一個 只會被數學攻勢的複讀機 我一直知道蔣莫然是一個 刻板嚴謹的男人 剛開始我覺得這種性格的男人 踏實可靠 值得託付終身 可是沒有想到結婚以後 她變本家裡 控制成癮 女人生命中的兩大悲劇 肉長在不該長的地兒 感情給了不該給的人 那看來我比你慘 這兩大悲劇我已經急於一身了 我一直容忍 只是沒有想到 我的容忍 最後給田田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 這次是她的 這麼晚怎麼還不睡啊 親愛的 今天是你的生日 多晚我們娘倆都必須等你啊 田田快醒醒 爸爸回來了 給爸爸過生日了 之前我不是說了嗎 今天我要加班 會回來很晚 開開眼 你老婆我親手做的 厲害吧 這不是你的專業嗎 厲害什麼 不厲害 你厲害 連點正常男人的 基本套路都沒有 你是說我不正常 哪裡 點蠟燭啊 爸爸今年三十二歲 我媽給他插上三長兩短 躺著孩子的面 想說什麼呢 有我一下嗎 大男人別那麼矯情 得不情調都沒有 好 許個願吧 好 好了 許完了 對啊 田田 你不是缠了半天了嗎 跟爸爸一起開動吧 來 等一下啊 這一百個蛋糕 就有三百四十七大咖的熱量 而且啊 糖分 脂肪 含量都很高 吃了對身體不健康 我們還是不要吃了 江柏然今天是你的生日 給我點面子好嗎 就吃一塊 我的面子就這麼大啊 你不是整天照鏡子說自己的臉大嗎 這樣多好 可何況 我剛才為了你 這一口蛋糕 足足有五顆 最少有十七大咖 噔噔噔噔噔 田田 你不是有驚喜送給爸爸嗎 快點拿出來吧 祝爸爸生日快樂 謝謝寶貝 寶貝 寶貝你看 三 二 三乘以二等於幾 三除以二等於幾啊 三乘以二等於六 三除以二等於 等於一點五 等於你個二百五 你想幹嘛呀 我是為了田田好 數學是上帝的語言 田田必須要學好 至於畫畫嘛 當做一個愛好 隨便畫畫就行了 孩子他自己喜歡畫 可是我不能讓我的孩子 輸在氣泡線上 我忍你很久了 你知道田田為了給你過生日 畫這幅畫用了多長時間嗎 你瘋了吧你 家庭教育守則第一條 不要當著孩子沒找家 好嗎 已經十點多了 田田 我們唱完生日歌 就準備睡覺好嗎 那我們一塊唱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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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馬俑 他完完全全就是一尊活的兵馬俑 我們倆每天貌似生活在一起 思維方式完全不在一個朝代 就是古今大戰親友情 我說這位機器人大哥 你平時一板一眼我不管你 但是你不能這麼對咱們的女兒 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天性 你要讓孩子順著自己的天性發展 而不是一味順著你嘴裡的科學 請相信我 我現在的做法 才是順應田田的天性 我要去田田的房間睡 我也要順應我自己的天性發展 等一下 你身體的溫度是三十六度七 嘴唇的溫度是負三十六度七 因為你就是一個冰冷的人 一點溫度都沒有 你身體的溫度是三十六度七 因為你就是一個冰冷的人 一點溫度都沒有 一點溫度都沒有 我总以为这是我的问题 毕竟在所有外人看来 蒋茉然对我都是爱护有加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我意识到 我错了 天天妈妈 据我们远方观察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还是希望 您能带孩子到医院 去做一个检查 小语老师 你们觉得天天有那么严重吗 孩子的事不是小事 我们还是希望家长 能够引起重视 蒋茉然 天天被查出来有自闭倾向 你说怎么办吧 天天没有任何病 你干嘛呀你 干嘛呀你 我说了 天天没有病 她跟其他的孩子一模一样 现在外面全是用医 为了挣钱 他们才会乱下诊断 天天本来非常健康 都是你那些无聊死板 可怕之际的教育方式 天天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的这种教育方式怎么了 孩子学习 本来就不能只靠兴趣 你知道傅雷家书里面 傅雷是怎么教育服从的吗 我没文化 不爱读书 别跟我说你的傅名家书 傅雷 我说的是傅雷 傅雷是个教育家好吗 你说的傅名那是 那是我爱我家 他也就教育一下 假之国 假之心 我就爱看我爱我家怎么了 人家假之国 假之心 他爸比你会教育小孩 你没有功夫读书 反而有功夫 跟我在会儿讨论 如何教育孩子 我告诉你 我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 我现在不照样很优秀吗 你优秀 你早就生锈了 你熊不可雕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不想田田长大 变成你这个样子 变成我这样怎么了 你现在不是 张晏选择嫁给我吗 我后悔 我特别后悔 我非常后悔四季 我们离婚吧 我告诉你啊 离婚这两个字 永远不要轻易地说出口 这对一个家庭来说 是一个莫大的伤害 你知道吗 一分钟前 你还在跟我嘻嘻嘻 现在呢 你一冲动 你就要跟我离婚 这叫典型的冲动 你知道吗 而且这是你最大的性格缺陷 说来说去 我们俩 反倒是我有性格缺陷了 没错 而且你这种性格缺陷 很可能就隐藏在 你的遗传基因当中 所以田田的基因 只有靠我力挽狂澜 你知道吗 你靠边站吧 我不会让你再害田田一辈子 一个家庭就好比是一个水分子 它是由两个氢粒子 和一个氧粒子所组成的 它的结构十分地稳定 一旦拆开就会发生爆炸 那你为什么直到半年前 你才提出离婚申请 还不是为了田田 我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放弃 跟蒋莫然的沟通 我总是想结了婚之后 男人和女人 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用不着 非得彼此面对 只要一直在一起就可以了 在一起是在一起 可是这天天屁股对着屁股 这也不是个事吧 我一直忍着 一直忍着 姐 也许你已经忘了 我以前的样子 也许你已经不记得 我们曾经一起的欢声笑语 但是我还是希望 像以前一样 把这等玫瑰花给你 你把心给我 我们一起 长长久久 细水畅流 你的手里有九十八朵玫瑰 我这里呢 还有一朵 加在一起是九十九朵玫瑰 它代表 代表着天长地久 也我不说法 我 傅小艺 要和蒋默然 永远都在一起 蒋默然 你愿意陪顾小艺 一同走过 漫漫人生路吗 我愿意 我小套太大 别拍了 小艺 你愿不愿意陪蒋默然 冲走一次人生路 我们重新开始 重新创造幸福 重新创造记忆 好吗 卡机 中新创造记忆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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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忆 晓忆姐 晓忆姐 胡小姐 艇班官 我们先跟她过去 感叨 是不是 一定不會失敗 對嗎 蔣先生 我承認 這是我們工作的重大失誤 既然你承認 是你們的失誤 那這次所有的費用 我不會出一分錢 費用我們分文不收 而且我保證 一定將這事負責到底 讓您和您妻子重歸以後 看來我之前的工作 做得還不到位 我會對你們重新進行評估 老大 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了 那計劃好好的 九十八朵玫瑰花一朵不少 怎麼就失敗了呢 就是啊 你說我忙前忙後了 腿都快跑斷了 到現在 竹端搭水 不賞婚了 按照計劃呢 蔣莫然重新向顧小儀求婚 誰知道顧小儀非但不領情 當場就爆發了 把花直接扔到了蔣莫然身上 不是 按照這麼重要的場面刺激下 那顧小儀總得想起點什麼吧 就算她什麼都沒想起來 也不至於發這麼大脾氣啊 在心理學的角度來講 有一種失憶 完全是心理因素造成的 患者在遭受心理創傷之後 會進行選擇性的逃避 通過強大的心理暗示 來進行遺忘達到目的 可問題是 顧小儀心理到底是受了什麼創傷 那蔣莫然對她那麼好 千方百計想把她留住 要我說呀 這裡面另有玄機 根本就沒有失憶這回事 是我們想多了 這其中沒一定遺漏了什麼細節 有一個最重要的線索 是蔣天天的病 咱買個汽車怎麼樣 紅顏色的多酷 好不好 三十二加七十三等 四三十 咱不算數了啊 來 直升飛機 你看 直升飛機怎麼樣 給你買個 三十六等 乘五四 寶貝 等 等 來 回來了 回來了 怎麼了 你這一個個無盡大財的 請問我 謝謝這次您選擇了我們 我很榮幸 選擇你們並不代表相信你們 你们三番两次来找我 为什么 我说过我的职业 是一名分手大师 作为一名商人 我找到您 肯定是因为嗅到了商机 之前的帮忙确实是免费的 但是这不代表 接下来我们不会收费 本来生意就是有偿的 我也希望您能理解 有偿我当然能理解 但是取之有道 请问 律师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们能有什么办法 您不试试 怎么知道我们办不了呢 半年前 我们就开始进行律师调解了 我的家人和朋友 都认为我脑子有病 无理取闹 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的 我非常能理解您的痛苦 所以分手大师才应孕而生 我们的宗旨是 帮助每一个深陷痛苦的人 脱离家所 你们一直在调查我吗 不不 您误会了 其实我们并不了解您 只是很恰巧 我们了解我们的竞争对手 蒋默然为了拴住你 他去找了复合大师 所以我们才知道您的存在 原来是这样 我和蒋默然都变成了一个商品 是你们双方争夺胜负的筹码 我们和他们完全不一样 虽然我也是一名商人 但是我们是有原则有底线的 他们注定会失败 就算我这辈子离不了婚 我也绝不会再爱上蒋默然 你其实根本就没失忆对吗 当然 我要是失忆就好了 我能清楚地记得 我和蒋默然相处的每一个细节 我永远也不能原谅 他对我梦暮秘所做的事情 所以 我一定会跟他离婚 如果周末推测的是真的 蒋甜甜真的有心理疾病 或者是心理方面的问题 那我还真就想不明白了 你说这个蒋默然 算是公司客馆 也算是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 可家里老婆有问题 孩子有问题 可他偏偏不是蒋默然要离婚 而是他老婆不依不饶的 搞不懂 搞不懂 我觉得 这正好说明蒋默然 他是个好男人 我仔细观察过他 他这个人啊 虽然个性比较古板 但正是因为这种个性 他才会很沉稳 值得人依靠啊 虽然说他在颜值上 和我的偶像们 确实差那么一丢丢 但是人品还说得过去啊 所以问题的关键 应该还是在顾晓逸身上 我觉得叶子你说得特别有道理 那当然 马屁击 怎么了 瞧你那扣骚劲 马屁都自己捂着 熏自己 哎 老大刚才师父在这呢 哎 老大刚才师父在这呢 人呢 哎 就是啊 中文也不见了 这两个人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 我干净 把水给我 是 站住 你该死的不肯就不站住 可以说 田田的自闭倾向 是蒋默然一手造成的 是他扼杀了田田的绘画天赋 把他变成了一个 只会被数学公式的复读剂 我一直知道蒋默然 是一个刻板严谨的男人 刚开始我觉得 这种性格的男人 踏实可靠 值得托付终身 可是没有想到结婚以后 他变本加龄 控制成瘾 女人生命中的两大悲剧 肉长在不该长的地儿 感情给了不该给的人 那看来我比你惨 这两大悲剧 我已经急于一身了 我一直容忍 只是没有想到 我的容忍 最后给田田造成了 无法弥补的伤害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 亲爱的 今天是你的生日 多晚我们娘俩都必须等你 田田快醒醒 爸爸回来了 给爸爸过生日了 之前我不是说了吗 今天我要加班 会回来很晚 开开眼 你老婆我亲手做的 厉害吧 这不是你的专业吗 厉害什么 不厉害 你厉害 连点正常男人的基本套路 都没有 你是说我不正常 哪里 点蜡烛啊 爸爸今年三十二岁 我妈给他插上三长两短 当着孩子的面 想说什么呢 想说什么呢 有我一下吗 大男人别那么矫情 有点情调都没有 许个愿吧 好 许个愿吧 好 好了 许完了 对啊 田田 你不是说什么 馋了半天了吗 跟爸爸一起开动吧 来 等一下 这一百个蛋糕 就有三百四十七 大咖的热量 而且 糖分 脂肪 含量都很高 吃了对身体不健康 我们还是不要吃了 蒋默然今天是你的生日 给我点面子好吗 就吃一块 我的面子就这么大啊 你不是整天照镜子说自己的脸大吗 这样多好 可何况我刚才为了你 这一口蛋糕足足有五颗 最少有十七大咖 咚咚咚咚 田田 你不是有惊喜送给爸爸吗 快点拿出来吧 祝爸爸生日快乐 谢谢宝贝 宝贝你看 三 二 三乘以二等一起 三除以二等一起啊 三乘以二等于六 三除以二等于 三除以二等于一点五 等于你个二百五 你想干嘛呀 我是为了田田好 数学是上帝的语言 田田必须要学好 至于画画嘛 当做一个爱好 随便画画就行了 孩子他自己喜欢画 可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输在气泡线上 我忍你很久了 你知道田田为了给你过生日 画这一幅画 用了多长时间吗 你疯了吗你 家庭教育手则第一条 不要当着孩子面上架 好吗 好 已经十点多了 田田 我们唱完生日歌 就准备睡觉好吗 好 那我们一块唱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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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日快乐 兵马俑 他完完全全就是一尊活的兵马俑 我们俩每天貌似生活在一起 思维方式完全不在一个朝代 就是古今大战秦永青 我说 这位机器人大哥 你平时一板一眼我不管 你 但是你不能这么对咱们的女儿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性 你要让孩子顺着自己的天性发展 而不是一味顺着你嘴里的科学 请相信我 我现在的做法 才是顺应甜甜的天性 我要去甜甜的房间睡 我也要顺应我自己的天性发展 等一下 晚安 等一下 你身体的温度是三十六度七 嘴唇的温度是负三十六度七 因为你就是一个冰冷的人 一点温度都没有 我总以为这是我的问题 毕竟在所有外人看来 简某人对我都是爱护有加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意识到 我错了 天天妈妈 据我们远方观察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还是希望 您能带孩子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 小语老师 你们觉得甜甜有那么严重吗 孩子的事不是小事 我们还是希望家长能够引起重视 蒋默然 甜甜被查出来有自闭倾向 你说怎么办吧 甜甜没有任何病 你干嘛呀你 干嘛呀你 我说了甜甜没有病 她跟其他的孩子一模一样 现在外面全是用医 为了挣钱他们才会乱下诊断 甜甜本来非常健康 都是你那些无聊死板可怕之际的教育方式 甜甜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的这种教育方式怎么了 孩子学习本来就不能只靠兴趣 你知道傅雷家书里面 傅雷是怎么教育服从的吗 我没文化不爱读书 别跟我说你的傅明家书 傅雷 我说的是傅雷 傅雷是个教育家好吗 你说的傅明那是 那是我爱我家 太久教育下假之国假之心 我就爱看我爱我家怎么了 人家假之国假之心 他爸比你会教小孩 你没有工夫读书 反而有工夫跟我在会讨论 如何教育孩子 我告诉你 我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 我现在不张晏很优秀吗 你优秀 你早就生锈了 你熊不可雕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不想甜甜长大 变成你这个样子 变成我这样怎么了 你现在不是张晏选择嫁给我吗 我后悔 我特别后悔 我非常后悔四季 我们离婚吧 我告诉你啊 离婚这两个字 永远不要轻易地说出口 这对一个家庭来说 是一个莫大的伤害 你知道吗 一分钟前 你还在跟我嘻嘻哈哈 现在呢你一冲动 你就要跟我离婚 这叫典型的冲动 你知道吗 而且这是你最大的性格缺陷 说来说去 我们俩 反倒是我有性格缺陷了 没错 而且你这种性格缺陷 很可能就隐藏在你的 遗传基因当中 所以甜甜的基因 只有靠我力挽狂澜 你知道吗 你靠边站吧 我不会让你再害甜甜一辈子 一个家庭就好比是一个水分子 它是由两个氢粒子 和一个氧粒子所组成的 它的结构十分地稳定 一旦拆开就会发生爆炸 那你为什么直到半年前 你才提出离婚申请 还不是为了甜甜 我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放弃 跟蒋默然的沟通 我总是想结了婚之后 男人和女人 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用不着 非得彼此面对 只要一直在一起就可以了 在一起是在一起 可是这天天屁股对着屁股 这也不是个事吧 我一直忍着 一直忍着 直到去年她出差的时候 我无意间发现了一本日记 你 2010年4月15日下午3点 地点1988西餐厅烘焙工坊 温度15摄氏度 天气晴空气干燥 为了给妈妈准备生日蛋糕 我参加了顾小姨的烘焙工坊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 她就是妈妈说过的那种 爱笑的人 婚姻计划的第一步 是制造偶然的相遇 探查到目标 今天要来送货后 我就开始计算 按照目标 每分钟八十步的行进速度 从门口到进入大堂 正好需要一分钟 我所在的玻璃窗 距离大堂 和门口到大堂的距离 是相同的 但按照我每分钟 一百二十步的频率 想要正好赶上 我需要晚出发二十步 在碰胀的那一刻 力度需要石牛 可以正好保证蛋糕落地 而不伤害到目标对象 我很意外 上次罪结后的求婚 居然会成功 但无论如何 我的婚姻计划 按时完成 根据观察 目标对象 在规定的时间里 按照我的结婚计划 进行了积极的配合 是优等的人选 这证明 我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接下来 她应该也能很好地完成 今后的生育计划 以及其他的人生计划 我去 你还说她是兵马友 你这老公彻头彻底 就是一僵尸 我这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 从小别人都说我活泼好动 跟她在一起生活久了 我也变成植物人了 我们俩每天在家里就是这样 植物大战僵尸 真的 如果是我 我一天都过不下去 听着都让人不寒而栗 是吧 是吧 你们都觉得是吧 我倒是觉得还好 您别搭理她 她也是一冷血动物 您继续 那是一种透彻心皮的冷 我终于看透了她 在她的内心深处 是没有一点感情的 一切都是计划 任何不在她计划里的东西 都会被无情地消灭 你肯定不是这样的人 我听明白了 哥们就是一终结者呗 必须离婚 才能挽救我们娘俩 她坚决不离 律师都没有办法 您放心吧 我们分手大师保证 从现在开始 您不用再容忍了 其实我最担心的 就是田田在她的控制下 也会变成和她一样的怪物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蒋默然这种人 我这就是个变态 虽然我也不是很喜欢 蒋默然这个人 但是我要纠正你一下 蒋默然不是变态 而是人冷感症 什么症 人冷感症 没听说过 听说过人冷 听说过高冷 没听说过人冷感症 对 余老师 我突然觉得 我跟你说你别生气 你不觉得你和蒋默然 有欲起同工的地方吗 你这是什么话呀 你这么说我非常不高兴 我怎么可能跟她相 真的真的 智商都特别高 办事特别隔 我觉得你应该特别能理解她 何总 你不能因为我的智商高 就歧视我 我跟蒋默然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的心 是热的 周一 富和大师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是您第一次光临我们事务所 有何尖叫 顾小怡是你带走的吗 她在什么地方 大哥 他去哪儿我怎么知道啊 我们的工作虽然矛盾 一个分手一个复合 但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替人做情感服务的 没错吧 没错啊 我觉得没问题啊 我同意 之前方淼的事情 我们不是合作挺愉快的吗 所以在未来的业务上 我们没有必要一位对立吧 我们个性其实没有对立可言啊 我真的觉得你不可以回到一个完美的家庭 你先别急着指控好吗 首先 我们两个委托人 有着完全相悖的诉求 而且在我的调查之下 我对您所谓的美满家庭 非常非常不赞同 在我看来 恰恰是你把顾小艺推向了一个神经病的怀抱 是不是 吴老师 我打断一下啊 这个神经病跟精神病啊 是两种不同的症状 其次呢 人肝感症也不是精神病 陈正 你哪头呢 你仅仅是因为接了顾小艺的委托才这么做吗 当然了 不掺杂任何的情绪 那不然呢 我为什么要插手 天天蒋博然之间的感情 也可能她认为你 钱和月亮 可以报复呢 对 宇老师 去给自己倒杯水 李段 我很感谢你今天 可以到这儿开诚不公地跟我聊这些 如果说我以前对你有成见 还写过文章 攻击过你们复合大师 那今天我现在 真诚地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对不起 咱俩这样聊天我还 我有点记不住 不是怎么什么意思 但这次我真的觉得我是对的 他们应该分手 你别忘了 我现在是分手大师 曾经感情上我们棋风对手 希望在职场上 也可以一较高下 好 既然这样 我不会对你受下留情 那在乱红 月亮 这又来 我才不会有的 五大师 那你是来的 我哪有的 对了 这这就是 我结束了 你怎么来了 没这事 你怎么也没你们 你怎么办 谈得不好再打起来 还出危险怎么办啊 怎么 你担心我啊 美的你 我担心的是我姐 你们两个对我来说 都是特别重要的人 我 不希望你们谈得不好 何周一接受了 顾小艺的委托 我们之前的调查方向错了 顾小艺根本没有脑震荡 也没有失忆 问题出现在蒙茫然身上 什么 十万货金 回公司再说吧 不是 怎么回事 叶子 最后一瓶了 如果成功了 今天晚上你答应和我一起 吃饭去 好啊 有没有 有没有 你 你 你 有没有 你 现在 在那里 叶子 晚上跟我吃鸭去 不干脚 别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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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会 重新定制计划 为什么呀 我们计划有漏洞吗 这个计划本身就是个漏洞 叶子 咱先不说晚上怎么吃 别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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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哪位啊 哦 李总啊 哎呀 好久都不见了 你最近忙吗 哦 李总 哦 李总 哦 李总 我知道呀 不好意思 我刚没听清楚 你说 不许骂人 你才是贵人呢 我那个直播都是瞎弄的 没想到现在粉丝那么多 你说什么植入 哦 植入的事情 我还没有考虑过 我就是想节目前期 还是要把节目的质量 先做上去 哎 但是好的东西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你说的那个植入的东西 是什么呀 喂 喂 喂 你断了 那你好会离开我和爸爸吗 妈妈 妈妈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这辈子都会跟你在一起 妈妈永远最爱的天天 那我们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妈妈最近真是太忙了 你晚上想吃什么 妈妈带你去吃 喂 哎 李总 哎 刚才断了 不知道是我这儿信号不好 还是你那儿信号不好 还是你那儿信号不好 你刚说植入的那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才回来 我等着你们半天了 我已经叫了外卖 赶紧吃吧 我带天天去补习了 我们在外面吃过了 我们在外面吃过了 天天 刚才妈妈带你去哪儿了 妈妈带我去画画了 天天先回自己的房间 我说 你说 我诶骂人 你才是贵人呢 我那个直播都是瞎弄的 没想到现在粉丝那么多 你说什么植入 植入的事情 我还没有考虑过 我就是想节目前期 还是要把节目的质量 先做上去 但是好的东西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你说的那个植入的东西 是什么呀 喂 喂 多人呢 妈妈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这辈子都会跟你在一起 妈妈永远最爱 天天 那我们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妈妈最近真是太忙了 你晚上想吃什么 妈妈带你去吃 喂 李总 刚才断了 不知道是我这儿信号不好 还是你那儿信号不好 你刚说植入的那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才回来 我等着你们半天了 我已经叫了外卖 赶紧吃吧 我带田田去补习了 我们在外面吃过了 田田 刚才妈妈带你去哪儿了 妈妈带我去画画了 田田先回自己的房间 第一 画画容易耽误田田学习数学 第二 第二 画画所用的颜料是化学产品 接触了对身体不健康 第三 最重要 家庭教育守则第二条 夫妻之间不要撒谎 刚才你撒谎了 我撒谎 我乐意 你管不着 可你考虑过对孩子的影响吗 别老上纲上线的 那也比你每天冷冰冰的伪君子的做派强 我不管怎么做 都是科学的 都是为了孩子好 你的科学能算出他每天开心不开心吗 理论上说 开心的情绪是种生理反应 确切地说 是人体大脑中多巴胺传递的一种信号 从技术上讲 多巴胺已经可以人工合成 所以开心并不是人体必不可少的一种元素 对不起 你知道什么是多巴胺吗 多巴胺 管我屁事 蒋默然 别老以为我们俩住在一个屋檐下 你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 我告诉你 我再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你再不同意离婚 咱们俩就法庭上见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离婚 跟我在一块儿不幸福吗 我姓顾 又来了 简直莫名其妙 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 就连所谓的幸福 也是你计划中的一环 假如要是你有一天发现 你周围所在意的事物都是假的 都是别人安排好的 你会觉得幸福吗 如果有人为我安排好一切 都是为我好 我求之不得 那是你不是我 世界上每个人对幸福的需求 是不一样的 幸福是一种心理感受 自然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如果把全人类的幸福感 做一个大数据 只要经过计算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稳定的平均值 我告诉你 别老跟我说 你那个扯淡的平均值 鸵鸟的幸福 就是一堆沙子 史克亮的幸福 就是一堆粪球 那你的幸福是什么 一堆沙子 还是一堆粪球 我的幸福 就是离开这个像冰柜一样的家 永远离开你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必须承认 分手大师对整个事件的分手 已经远超古文 他们率先提出了 蒋默然患有人冷感症的判断 而我认为 职重有害 人冷感症指的是那些 不想或者无法与人建立 亲密情感关系的群体 这种人不喜欢与人打交道 来 喝点水吧 谢谢 就像杰克小说家卡夫卡 他曾经三次订婚 又三次婚约 后来他一生都没有结婚 当然 这种缺失 虽然让他在人际观世上异常平息 但是 在他的精神世界上 却十分的分手 他可以把所有的精力 全部放在自己的工作上 而让自己的事业 达到顶尖位置 从一到十 对自己的各个情况进去打分 然后将数值 带入公司内 任何重要性的算法 依次为一至五 所以在这个公司上 我们的得分并不高 蒋默然所在的公司 连续五年排行业内 我们对比年报发现 自从蒋默然入职一来 公司的业绩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不过继续数据分析的话 蒋默然的团队有双高 第一 综合业绩排名第一 另一个 就是人员流动率排名第一 很多员工离职的理由就是 老板过于严苛 压力太大 其中有蒋默然开除的员工 占离职的一半 主管 这份文件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都已经反复核对过很多遍了 第二页第三行 调点运用错误 第三页的第五页有出别词 第五页刺激不清楚 明显是打印的时候墓水不够 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改成 快 每天和机器人生活在一起 认谁谁也受不了 我能说句实话吗 你们别看我每天稀稀哈哈的 但是说实话 我真没那么喜欢人际关系 我只有在那儿 全神贯注做东西的时候 才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真的 除非工作 业余时间 我宁愿遇认她 你 听听 叶子听听 你说这会靠得住吗 就算结婚了 又是一个蒋茂人 不是 除了你叶子 何止是不敢交 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可能都有这种 不愿与别人打交道 甚至自己独居的一面 只不过人能敢挣 把这一面无限地放大了 可是一个崇尚自由 尊重自我感受的女性 在不存在背叛的前提下 用了那么多年时间 才发现自己的爱情出问题 你这 可能吗 不敢 你协助叶子 分析顾晓玉离婚的 所有可能性 知道 教授 你去了解一下 蒋茂然的背景 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帮助她 蒋茂然这儿呢 我倒是知道一点 她爸是山西人 后来做生意呢 定居到深圳了 全家都带过去了 蒋茂然从小呢 三年换了四所学校 她在数学方面啊 非常的用功 但是诸如什么作文啊 美术这样 需要感受力的课程呢 她是一概不会 那你继续跟进 嗯 各位 贺周一 受到顾晓玉的委托 这一单 不仅牵扯到客户的理 更关乎到我们 附和大师的名誉 所以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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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 一姐喝周一 就交给你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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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谁啊 姐 你大晚上一个人在房间里面 溢溢溢的 你二碗 你还二碗 在锻炼 你这么大晚上到我这儿干嘛呀 你又上哪儿混去了 你 你 我踩脏了 我锻炼了 多进过一批台了 我这下了班 饭都没吃 就跑过来看看 给 刚泡奶茶 谢谢 什么时候那么爱工作 是不是最近工作不太顺利 快快说说 让姐高兴高兴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和别人分享你的不幸 你又想套我话呢是吧 每回套完我的话之后呢 然后就来破坏我们的计划 每次还被我揭穿 哎呀我 我才不会上去套 我套你话 行 咱今儿谁也别套谁话 有什么本事全放桌面上 公平竞争 那行 咱今天不聊工作 就聊聊姐们之间的知音话是吧 行 哎呀姐啊 我爸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啊 你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他们俩人结婚了 然后呢有一个孩子 他们俩肯定是曾经深深爱了吧 可是感情呢 忽然出现了问题了 你说这两个人就要走不下去了 他们两个人真的甘心 就这么冷漠地放弃了吗 有的时候冷漠不是无情的 冷漠是避免你自己受伤害的一种工具 咳有多硬 心就有多软 不然慢慢人生路如何走下去 嗯 姐你这公众话写得多了啊 这说话呢都出口成长了 哈哈 嗯 那你说这件事要是你的话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啊 嗯 哎呀我觉得你以为我听不出来 我爱你讨话呢 你说的不就是顾小艺还叫沐然吗 嗯 等你到了姐这个岁数 你就会明白 其实能喜欢上一个人 没那么简单 所以一旦你认定了 要珍惜 听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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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甲虫爬了过来 伸出她的瘦腿 也想让铁匠给她金马掌 铁匠讥笑她说 你也想要金马掌吗 你知道马儿为什么要有金马掌呢 这铁匠不会跟你说 有经常计判写 部分 seule更还做了 听没验 绝剐 说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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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帮这些人走出痛苦 就是我必须做的事情 说清楚了 我这次是为了我闺蜜的幸福 不是跟任何人联手 你别误会 我知道 咱们俩目的虽然不同 但是在形式上 我们是合作联手的 对吧 直说吧 你想干吗 小玉老师 这是叶子吗 特别好 你每次懊恼的时候 就会一直玩累的 还必须得抓起一个 是能有什么启翻吗 今天的会议主题 是确定分手方案 按照之前的思路 还是对蒋青天下手 我这有三个计划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 转变一下思路吗 这个我也考虑到了 我还有一个方案 是从蒋默然身上下手 蒋默然 蒋默然软硬不吃 油盐不尽 理性的跟个机器人似的 感情下手 怎么下手 你说 其实在我看来 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请余老师明示 既然你觉得 玲珑感症 像一个机器人 那我问你 机器人是不是有开关 是不是有线路主板 一个机器人表面看起来 非常强大 刀枪不入 但是只要你把它 关键的地方掐断 它就是一块破铜蓝铁 你是说 只要我们找到 蒋默然的开关 然后一举拿下 咱们还得再去找 顾小姨一趟 大同桌讲完的软肋 准备出发 顾女士您好 我是复合大师李段 这是我的助手周末 我们想跟你聊聊 活在假象里很痛苦吧 我们不是来找您复合的 您先生确实是 我的委托人 但是根据我们的了解 你们的感情 走到今天这一步 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好不夸张地讲 它是造成这一切的怨头 然后呢 我们希望您能帮助 我们认识真正的蒋默然 协助我们重新评估 这次委托 希望您能相信我 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 和最大的优点 就是容易相信别人 进来吧 真实的蒋默然 就在这个本子里 就在这个本子里 今天礼拜几啊 今天礼拜几啊 周一 进来吧 嗨 嗨 真是没想到啊 还是让你们抢先一步 嗨女神 干嘛呢这工作 打招呼 在没有知回我的前提下 约见我的当事人 这怎么说都很可疑吧 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 顾女士是我委托人的妻子 也就是我的委托人 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 我有一些疑惑 所以当然要找我的委托人 了解一下情况了 有 有什么困惑呀 说出来听听 是你对你的价值观 产生了动摇 还是你对你自己的 职业选择很没把握 没关系 根据我的观察 你能力还是很好 只是很遗憾 入错了行 顾女士 我必须要善意地 劝你一句 其实料理感情 就跟做蛋糕一样 料理人的手艺 决定了蛋糕的口味 所以您是否有 珍珠一家 再欢安一家 我觉得这话 说得特别好 既然话说到这儿 我就再补充一点 我觉得比料理人 手艺更重要的是 料理人的品行 料理人的品行 决定了这家店 能否长久地开下去 我们能不能不要 每次争论的结果 都要以 攻击对方的人品而告终 你别偷换概念 我说的不是私人道德 我说的是职业道德 你们都是什么关系 姐妹 情侣 暗恋 而我是你们的当事人 也是你们委托人的妻子 是是是 我的人品和品行 你们了解多少 就跑到我家里来 开辩论赛 讨论私人道德和职业道德 不是 你们都出去 你留下 胡罗尹 愿意愿意 他愿意 他愿意一对一地 跟您留下来 慢慢交流 还愣着干吗呀 你们俩 等着赖人家吃晚饭 姐姐 我刚才一旧话都没说 出去 你姐妹跟我来吧 你弄啊 怎么 这鞋板 你给我看看 好 都看完了 说说吧 有什么想法 蒋默然人能感症的证据 已经趋着无疑了 怪不得顾小艺 一百八十个大转弯 说句实话 我现在啊 她反而有点同情顾小艺了 我也是 等等等等 你们两个怎么集体叛面了 帮礼不帮金 就是 先别着急下结论 你们都没有看清楚一个漏洞 什么漏洞 虽然在顾小艺看来 蒋默然的表现 从头到尾都像是一场阴谋 可是想一下 如果蒋默然真是一台冰冷的机器 那么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和顾小艺离婚 无疑是最节约成本的选择 可是蒋默然却没有这样做 她非常心切地想要和顾小艺复合 可见她不是彻底地冰冷 她只是 不知道该用如何正确的方式 来面对这次情感 你的意思是说 让蒋默然 唤醒她自己内心深处 对爱的渴望 或者是说 让她意识到自己情感的缺失 就有可能让顾小艺跟地复合 说得非常好 蒋默然是个情感病人 我们要先治病 再复合 可即使我们知道蒋默然的问题 但是要想把她治愈 也非常地棘手啊 我们要从哪里入手呢 人冷感症 这个原因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 难道要我们 把她童年时期 所有的阴影都挖出来吗 这个简单 我基本上了解差不多了 我们之前抽到蒋默然小学时代 三年换了四所小学 其实呢 也没有特殊的原因 只是蒋默然他爸呢 不认同学校的教学理念 逼迫她转学的 蒋默然小学 就开始读来读往 没有深交的朋友 咱们呢 从照片上就能串通了 要么是 集体合影 要么就是 单独照片 像参加活动啊 同学合影 我是一张都没有找到的 别急 我找到了她小学二年级时 参加美术比赛时的作品 来 开眼啊 这 联想到什么没有 这和蒋甜甜的画也太像了吧 蒋默然的美术生涯 就到此结束了 从那以后呢 她就再也没有发展过任何特长 数学除外啊 可是呢 蒋默然在数学方面的才能 也不是天生的 都是她爸爸 苦心经营的结果 和父亲情感恶劣 兴趣得不到理解 蒋默然的成长史 简直就是翻版的卡夫卡 根据卡夫卡成年后的生活轨迹 我们可以推断出 蒋默然人生中最大的变数 是她独立生活之后 遇到的女人 也许这是一个突破狗 等等啊 这次你算是看走眼了 蒋默然独立生活以后 接触过的女人 没有门 只有顾小艺一个 可你们却忽略了一个细节 这个人 或许在这里 我看一下 被撕掉了 你们注意看 这被撕掉的边缘 非常地不工整 一看就是用蛮理撕掉 如果以蒋默然的行为 她绝对不会做出 这样粗辱的行动 所以我断定 撕掉日记这一页的 应该是顾小艺 难道我提三者 一切皆有可能 虽然目前我们不能 准确地判断出什么 但是从时间的轨迹来看 应该是认识 顾小艺的前来的 这个人是通往蒋默然 内心深处的关键 用她作为口口 尽快与蒋默然间 那也好了 顾小艺告诉你这些情况 顾小艺没人知道 太宝贵了 没错 既然顾小艺说蒋默然和亲人 完全没有感情交流 而是一心把兴趣都放在了工作上 那咱们就从工作说手 找到让她从离婚协议上 签字的突破口 怎么做 根据她的数据分析 如果这些大于她的家庭 给她一份工作 她应该会同意 是我曾经待过的一个 跨国公司的真实职位 真的假的 我知道她们一直在通过 里头公司寻找能够胜任 这个职位的人 薪水和待遇都非常好 蒋默然这么优秀 她们应该会感兴趣 那你为什么当时没留下呢 公司总部说在印度 我又不喜欢吃咖喱 对对对 这确实是你跟蒋默然 最大的差别 何总 我们在谈工作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总是 打击和嘲笑我 对不起 习惯了 那你觉得蒋默然 会因为工作抛弃家庭呢 应该会 通常人冷感症的人 在工作方面 都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 与此对应的是 他们对工作的价值 也有着强烈的渴求 这也就是为什么 人冷感症的人 容易当场公司的高层 而且借此机会 恐怕可以看出 蒋默然的真实伟人 可以 这个计划可以执行 而且我也很好奇 李段那边 会如何收场 你好 我是蒋默然的威 你们的工作效率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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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班会见 阿晏 赵先生 江先生 您现在有时间吗 方不方便和我去个地方 我记得我说过 不要到我工作的地方来找我 出于信任 我才找到你们复合大使 但是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不光让我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而且让我和顾小玉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加恶劣 昨天晚上 她又跟我提了一关的事情 我承认 之前是我们的工作事务 我会重新对你们进行评估 然后再决定 是否继续委托你们 等一下 我们已经找到了 能复合您和倪庆子新的想法 方便和您深谅一下 好 不过现在我约了人 村长开车过去 算上堵车 大概五十分钟 见面会谈四十分钟 一个半小时以后 会有时间 我等你 不见不散 小先生 是我给你打的电话 我们已经观察您很久了 经过综合评定 觉得您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 但是我希望对这家公司 有更深入的了解 对方是一家印度的IT行业 在印度排名前十的一家公司 更详细地 需要您有医院之后 才可以透露 能够理解 您最新研发的游戏呢 让他们看到了广阔的市场 他们正好也在做一个 类似的大项目 想请您去做技术误文 条件呢 工作地点在印度总部 然后工作时长呢是两年 年薪五十万美金 每年两个月带薪休假 两年期满之后 色调回中国出任首席 任何问题 你有没有这家公司的网址 哦 对了 老板有明确要求 希望员工在印度工作的时候呢 必须是单身状态 为什么提这样的要求 老板说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至于合不合理 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既然是这样的话 本来的这份工作 并不适合你 因为我已经喜欢了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等一下 那我考虑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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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贾先生 贾先生 为什么把我遇到这儿来 你们想谈什么 我们已经找到 你和顾小艺矛盾的根源 你今天必须要打开你的领域 释放你所有最真实的感觉 我不太喜欢这里的环境 我们换个地方吧 不行 这是我们为你制定的 独家附和两个 你们太幼稚了 对不起 我要走了 小先生 只要你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一定会让你重新找到自我 跟小艺姐胡思 什么方法 这瓶酒 二百七十五毫升 酒精度百分之五 酒精含量还不到二十毫升 科学证明 每天人体涉入不到二十毫升的 酒精含量对新品板是有好处的 我不能酒驾 我们已经找好代价了 只要你想个小艺姐胡思 一会儿这瓶酒 快 我还是不认为 你们的方法就有了 你确定这哥们儿是在听伍 我们都在发现了 哎 哎 哎 行了 你别开了 你已经超级了 发现 发现 对他有好处 哎 你看这哥们儿 平时得压一点什么程度了 这个 哎 我的耳朵是吧 我刚才跳的那种模仿 我 这种模仿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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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от вот 谢谢 pri 你胖 一个 人瘦难得 我 classic oph's 一 小� 饭 一些 每驟 来来来 撤撤 好 来来 我有个问题 应该没有比我再优秀的男人 没有没有 为什么顾小玉 他要跟我离婚 为什么 什么方法 这瓶酒 二百七十五毫升 酒精度百分之五 酒精团量 还不到二十毫升 科学证明 每天人体涉入 不到二十毫升的酒精团量 对吸气的反而是有好处的 我不能酒驾 我们已经找好代价了 只要你想跟小玉姐不喝 一会儿给你喝 我还是不认为 应该方法丢了你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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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这样 最好 来来来 好 来来来 喝一个 人瘦难得开心 小心喝醉啦 少喝点啊 来来来 茶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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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问题 应该没有比我再优秀的男人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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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顾小悦 他要跟我离婚 为什么 你要想弄清楚 他为什么跟你离婚呢 你首先要明白婚姻是什么 莫莫 别吓死 你别 你别制止他 你说 为什么 你说 本来就是嘛 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 婚姻就是 一对情侣结婚以后的 一种夫妻关系 她受到了法律的保护 对不对 同时呢 打住 我是让你形容婚姻这个感受 我不是让你下定你的 那你说 为什么 婚姻啊 你得把它显现成一个人 你说一个人 难免会有发烧感冒的时候吧 你不能一生病了啊 你就 君子灭活的吧 就是啊 婚姻啊 难免有些小意思啊 你要学会聆听 学会跟对方沟通 把你的内心 这爱之处 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 我够爱她的 我一直在付出 我按照书上说的啊 我每天晚上跟她说晚 我一周陪她逛一次街 我只要出差 我就带回一大堆的礼物 这不是爱吗 这不是爱吗 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给人家太多了 从来不会人家需要补贴啊 是啊 再说了你在人家顾小姨之间 我还有一个女人 你这让顾小姨感受到了威胁 她对你有种极大的不幸 不可能 她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 你的意思是说 这对你们的婚姻 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吗 当然啊 我不允许任何 威胁到我的婚姻 一旦我发现危险 我就会立刻的支持她 那你都怎么制止她呀 很简单的办法啊 干什么呀 你们想套我话 对不对 没法 够了 够了 你们这群 彻头彻尾的废物 我决定了 我接受离婚协议 我要跟你们终止合同 让开 让开 一分 又打你一分 怎么好多东西终止了呢 是吗 不是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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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保证在线人数的话 我肯定是不能参加的 重要的是入口 你的宣传平台 到底肯出多少资源呀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干吗你啊 今天有人跟我说 如果爱一个人的话 就要给对方空间 如果我给你空间的话 你还会离开我吗 我家里现在有事 我等会儿给你打过来啊 挂了 没看见我这打电话的吗 非得现在谈 就是现在 谈吧 说呀 让你说你又不说话了 你去哪儿 我同意离婚 你喝酒了 你别管这个 我现在很清醒 你提到所有的要求 我都答应 但是我 叠叉体要求 我要有天天看到 田田的自由 你笑什么 我觉得很可笑 我想笑你管得着吗你 你要自由 你第一次遇到我的时候 你给过我自由吗 你把家里生活的一切 都变成了数字 我也想要自由 小姨 你听我说好吗 不 不 我听你说的太多了 你听我说 爱是尊重对方 没错 可是你知道的太晚了 一个蛋糕 我可以往上面加 各种各样的颜色 各种各样的水果做点缀 以我的工艺 我可以把它做得精美绝论 可是一旦 这个蛋糕胚坏掉了 不管我在家 多么奢华的装饰 都是徒劳 谁也无法掩饰 从那耳外 而散发出来的复仇 别说了 我去小费 我自己就回来 我去小费 我去小费 我毕举 我来 我来 你 我来 我来 我 安公 你為什麼要當附和大師 說來話長 你想聽一下 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故事嗎 好啊 我爺爺曾經是礦場上的工人 三十多歲的時候因為一次工傷 摔壞了腿 後來他下半輩子只能住館了 其實那個館也不是什麼之前的東西 就是從後山看見了一個破樹枝 我爺爺和我奶奶一起過了六十多年 後來我爺爺去世了 流行了一個破壞症 大家都說 這廣場也沒什麼用就扔了吧 我奶死活不讓 後來我奶推膠也不好了 就一直用著那個管 那個管你知道就是用那種膠布和鐵絲 鼓起來還能勉強凑合能用的那種 知道 我奶奶臨終前 我問她 我問她 我說奶奶 拐杖都破成那樣了為什麼還不弄 我奶說 東西壞了為什麼要扔弄 修修補還能用 其實離婚不是婚姻的問題 而是人的問題 我們符合大事 就是幫助大家修復這些問題 你奶奶的故事 真讓人感動啊 那你呢 那你呢 你是怎麼修復自己的感情啊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我和你姐啊 認識在年少時代 後來我們倆都長大了 才一直 我們倆屬於完全不同的兩種模式 就像油和水 永遠不能相融在一起 文工 咱們喝茶吧 掛油 什麼都不要說 靜靜地聆聽 你們倆說 昨天晚上賈莫然 怎麼不說那種 那麼奇怪的話 這還不簡單嗎 我告訴你啊 每一個聚集的靈魂裡 都有一顆騷動的心 想想喝了酒的賈莫然 那瘋狂 還有銷魂的物質 二位老大 我說的不是那個事 我說的是 他說解除合同的事 這很明顯 這就是那分手大師搞的鬼 嗯 開始 不是 那是很明顯的 可惜在關鍵時候分手很長 賈莫然放來了解除合同的補助協議 因複合並未見效 因此本人並不支付任何費用 啊 而李亂等人策劃了蛋糕人行動失敗 加劇了負和雙方關係的惡化 因此 扣除部分定金 限五日之內如數退還 我 不是這人也太不同情達理了 咱忙活半天沒功勞也有苦勞吧 你說說咱們啊 忙前忙後他把咱們吵了不說 還讓咱們退錢 簡直喪心病狂 我說什麼來著 撮合她們在一起 反而就是害了顧小毅 作為一個女人 我完全無法苟同蔣茫然的做法 這 老大 你還有心情保護呢 蔣茫然剛發來的 解除合同的補充刑意 您過目 表起來吧 這是咱們事務所的恥辱 因以為賤吧 掛哪兒 掛你家衛生間 那樣我會變秘的 雖然昨天蔣茫然反應地拒絕了我 雖然昨天蔣茫然反應地拒絕了我 但是在聊天過程中 我覺得她對這份工作 還是很感興趣的 所以我覺得 這次的可能性很大 太好了 早晨 蔣茫然已經給附和那邊 發了解除合同的協議書 看來蔣茫然是真的動心了 時間緊迫 必須趁惹大天 蔣茫然 進進進 餵 蔣先生您好 不好意思 她說要約我再談 好 沒問題蔣先生 好的好的 沒問題 好的 我記上了 好的 明天見 好的 明天見 謝謝 詞曲 李宗盛 加入黄油,白糖,然后用电动打蛋器搅拌至均匀 接下来我们加入低筋面粉,这个面粉大约加一半 然后用这个橡皮刮刀从底下往上翻,下压 搅拌至没有粉为止 对的,大家注意了 这个酥皮泡肤呢,做好了之后不能马上吃 为什么呢 就像我们的婚姻和爱情一样,够甜够香 但是里面的奶油也够烫嘴哦 离婚协议我签了 找个时间见面吧 请请 直播呢,干嘛呢 小姨撕烘焙,烘焙小意思,大家好,是顾小姨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蔓延煤蛋糕 酥皮泡肤 今天脑子有点短路 下一步,下一步 该预热烤箱 对,烤箱 然后呢,我们把牛奶黄油和糖混合,加热至沸腾,沸腾约一分钟 好,我重复一遍 老大,其实这次复合行动的失败错不在我们 那蒋莫然,跟林勇阳,那情况完全不同 林勇阳是深爱着方淼 是方淼心里有个坎过不去 所以两个人才破除万难 复合成功 但是这次被复合方,顾小义才是个正常人 而蒋莫然是个怪物 所以放弃蒋莫然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这话呢 对,我还没救过 周末,我已经听过来 你也没听过,你还没听过 你也没听过 好,你也没听过 我那时候还是想想想想想 这个人哪,这儿 你说这个人没想法 让你保证 那你刚才 runs 好 好 好 喂 喂 在哪呢 這都幾點了 怎麼還不來上班 我在外面沒有事呢 對了 這一次算是我跟您請假的啊 不許扣工資 拜拜 不是 喂 喂 老大 不是我挑事啊 咱們事務所裡面 敢這麼掛你電話的人 應該只有他了吧 欸 葉子 你不懂事 你要對未來老闆娘 有最起碼的尊重 老闆娘可 老大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莫莫自己封的稱號 找到了 老大 周末現在就在 蔣莫然公司的附近 這蔣莫然前腳發來 解除合同的補助行李 後腳莫莫就到了公司附近了 這說明什麼 不會跟上次聯合陽案一樣嗎 難道 他被拼了嗎 我早就說過他有問題 你們偏把一顆炸彈放在身邊 怎麼樣 炸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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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这个是合同 您看看上面的条款 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可以及时提出来 合作年限能否在搜短 我可以放弃所有的休假 这个恐怕不行 两年时间是老板交代死的 一天也不能上 可以理解 那我需要一份 一地安置费 作为补偿 这个可以考虑 不好意思 喂 行动已经暴露了 一段他们正在朝你这边赶过来 你赶快撤 我让你马上离开 你听见没有余光 已经暴露了 别慌同学 你好啊 你们认识吗 女神 你好 女神 这又是什么意思 这是形容在我心目中 至高无上 独一无二的位置 放心吧 私事 跟咱们工作没有关系 好 这份合同写得真是漂亮 这待遇如此之丰厚 余光同学 我也是单身 不如把我也拼到你们公子里上班吧 对不起 女神 这份工作 你不合适 我当然不合适 我也不是顾晓忆的老公 也不是蒋田田的父亲 这是什么意思 余光同学 我想问你一下 身为分手大师 有没有一种办法 把分手大师和复合大师之间的 孽缘分开的 这位你得问你解的 蒋先生 我隆重给您介绍一下 您对面的这位先生 姓于 明光 是分手大师得力的助手 全能天才 不过呢 到今天我也才知道 他最擅长的 是撒谎 我想你有必要跟我一起 让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咖啡喝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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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儿 你们怎么来了 你又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刚刚粉碎了一个分手大师的阴谋 就知道 总裁 那是 谁 楊先生 有时间的话 我们重新谈谈 合作吧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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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回来不错吗 我给 失败的更好 那你说接下来怎么办 等等看吧 等等合适的时机 后发指引 说 有话就说 之前 我一直以为周末 在有意无意地给你汇报情况 所以你才能掌握附和大师的所有计划 但是今天的情况表明 这个内应不是周末 那他会是谁呢 没关系 你不说我也不会笨 你是老板 我是员工 你付我工资就行 懂事儿 我对你们事务所的每一个人 都做了技术评估 叶子 十分 周末 两分 包教授 没分 我真是受不了了 真的 就这个蒋莫然 我每天晚上都做个梦梦见他 他简直就是一个人型计算机 每天在这算呀 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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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觉得这哥们体内有一个异性 恶不恶心啊 你们俩 不过话说回来 和这种人结婚确实挺悲催的 他们用感情 用公式套上去计算 这太可怕了 我建议 我建议 我们合不趁这个时候 把这个案子给你 对 我同意 我同意 这种人啊 一旦咱们的行动 不合乎他的预期和计划 他肯定会讹上咱们 老大 你这水也太满了 气压差 不赖了 这个蒋莫然啊 和顾晓逸 他们就是不同气压 一个高压 一个低压 根本融不到一起 我建议啊 咱就别唱了 对 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 叫水知道答案 那里面写着科学家有过研究 就是有那么一杯水呢 你经常跟他说一些赞美的话 他就能形成很漂亮的六角形 甚至呢还能结晶 可是在这杯水里面 你要跟他说了一些恶毒的话 他在结晶的时候 就会被打散 甚至无法结晶 我觉得水都有感情 更何况是人了 所以 只要我们努力 一定会改变蒋莫然 我们相信水是有感情的 但是这本书 那科学家的学位是满在的 人早就辟谣了 他写这书 完全是为了卖他那纯净水 不是我打击你啊 莫莫 你什么时候也假模假式的 跟我这儿掉书当 跟我这儿上演恩公梦 我赞成梦梦说的 你在 在日本有个叫牧村的果农 他尊重自然规律 他坚持用一种 无农药的方式来种植苹果 最后他坚持了十一年 终于成功了 他种出来的苹果 味道极好 而且不易腐烂 人们都说 这个苹果里 汇聚了他的灵魂 恩公的意思就是 让我们对蒋莫然 多一点点耐心 淋水 我们做复合大师的 就是要去修复 这样痛苦的相处模式 我相信 当我们修复了 蒋莫然和顾小鱼之间的感情之后 这背后的意义 我们一定能感觉到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的理想 好 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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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乐呢 你今天无故迟到 应该提出眼里批评 知道吗 不过 监狱你及时地识破了 分手大师的阴谋 将功不过 我没记错的话 这是您来咱们事务所 第一次受到表扬 而且做得极好 好 给你鼓励 来 想让你 你也讲究我们对老婆 我 我 我 要作词 服务员 你好 你这咖啡太甜了 你帮我问问你们咖啡师 半糖 知道半糖什么意思吗 半糖 要不要我去给他讲解一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马上给您换新的 服务员 你这支牛奶是得了糖尿病了吗 奶牛 一起换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脏霸气 女人霸气都要感谢男人的栽培 没人挡风遮雨 只有自己披荆斩棘了 签好字的回家给我不就行了吗 还约了这么难喝的咖啡厅 协议呢 我后悔了 签都签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后悔 这可不是您一贯严谨的作风吧 我觉得吧 咱们都抓紧时间 赶紧把协议签了 谁也别耽误谁 你礼拜即有时间啊 小姨 我说的是真的 我不打算离婚了 你就自当我什么都没说 好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个成年人吗 什么都没说你给我出来干嘛呀 你到底签没签 我确实签过一份协议 可目前她在碎纸机里 严格意义上说她已经失效了 小姨 我觉得我们还是好好过比较好 我想我们还是走程序比较好 小姨 小姨 田田 干吗走 我不走 我要等会儿爸爸 那还在这儿吃吧 吃完了我送她回去 你不跟妈走吗 你不跟妈走吗 没事 没事 你好 你啊 二年 谢谢你 你 oldest 你啊 你英文 我 delle读 ruth 我有来 ней 去 行 我跟你说 ți 小姨 是 Stew 去 小姨 把 大男人还有面膜 选选 活得还挺有仔细 咱俩不是和好 我们说话怎么带刺儿 不是 是啊 可能多年习惯成自然 我跟你说 咱俩纯属讨论应用 绝对没有人身攻击的意思 如果他答应了 我们马上就说什么 那比你们强啊 你们都已经拿着 顾小艺的日记了 这么明显 蒋默然就是一神经病 你还帮他复合 你们那什么狗屁 苹果树理论 你觉得你可以拯救蒋默然吗 真把自己当救世主 咱俩谁把自己当救世主了 之前发表林欧阳的事 你咋想的 非得插一杠子 是这林欧阳拜托你了 还是罗曼曼拜托你了 像你这样倒贴给人家分手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如果是别人的事 我绝对不插手 但是像你一样 这种穿花蝴蝶 都可以当符合大师 我确实是因为看不过眼 才出手 我再你这歪花还挺多呢 穿花蝴蝶 还有什么呀 你 非好 我怎么就说出个 穿花蝴蝶来的 为什么说你嘴那么顺 可能还是因为你活该吧 不是 我怎么活该了我呀 行吧 不管你们是卖苹果 还是卖烧饼 我会叮住蒋默然的 我不会让她再对田田还有顾小艺 造成任何伤害 以前我是对人不对事的 但是这件事 我真的是对事不对人的 我告诉你啊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家庭是绝对完美的 有裂缝就该修 像你这种一遇到的事 就砸锅砖玩一了百了 你十足的败家女 你 你说我什么 说你呢 败家女 而且你败的是别人的家 还不是自己的家 又是 我们看看到底谁在败谁的家 他怎么知道病毒树里面的 您好先生 一共是一百五十八块八 您是刷卡还是现金 你也可以选择地付宝 或者微信转账 您好先生 您是刷卡现金 衣服宝还是微信 先生您好 您是刷卡现金 衣服宝还是微信 先生您好 您是刷卡现金 衣服宝还是微信 테�ır 宝还是微信